2013年1月4日 谐音爱你一生一世 许多恋人都选择在这一天喜结莲礼 中国各地也迎来了今年的首个结婚登记高峰日 这一天成都下起了少见的雨加雪 但接近零度的气温却抵挡不住新人们结婚的热情 在成都市城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 人数比平时增加了六倍 有些新人甚至凌晨就来到这里排队 我们12点来的等了10个小时 选择今天呢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很好 一生一世嘛 上午8点记者来到福州市古楼区行政服务中心 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 许多情侣早上6点就来排队了 上午11点排队的人越来越多 虽然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但他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早上大学的时候就想过这个日子 但是那时候七八年前嘛觉得还很遥远 想不到今天真的赶上了 很开心 今天过来看下真的吓了 有点被吓一跳 然后就等吧 就是能排队等到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等着玩 在昆明西山区婚姻登记处 前来登记结婚的队伍 婉颜排到了大门外 登记处门口 这个专门销售201314卡片的小摊 生意也异常火爆 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情侣 几乎都会买上一张做纪念 在甘肃兰州 为了让新人们快速便捷地办理完相关手续 城关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早上七点就已经到港上班 当时已有约40对新人排队等待 短短两个小时时间已经接受200多对新人的登记 更特别的是 该民政局今天还暂停办理离婚手续 在元旦之前就进行了告知 一个是让离婚当事人有一个思考 或者是一个缓冲的时间 那么同时目的就是更好的保证 今天为所有登记结婚的新人提供一个绿色通道 尽管大家选择良辰吉日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如此高密度的扎堆登记结婚 还是给结婚登记办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相关工作人员还是建议大家没必要盲目跟风 其实我是觉得幸福的婚姻了 就是靠两个人日积一月累 就是建立的感情 就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日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没必要盲目